台北股市今天持續下跌 很多人會覺得 今天大盤跌62點 但是自己的感覺 好像大盤跌了200多點一樣 怎麼來看 眼前這個現象 你要注意 有一個重點 有一個觀念 我們今天的節目會告訴大家 3月份我們在節目上 事先點名 具備標股跡象的個股 長元科 4月的漲幅 已經超過三成了 這個現象怎麼來看 切記掌握住這個觀念 下一步的黑馬股 你就可以找得到 今天幾家歡樂幾家愁 昨天漲停板的網品 今天居然打鐵停了 這個現象同樣的 也在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節目內容務必掌握 切記2023年我就是要讓你賺 務必鎖定我們節目跟Liant的提醒喔 歡迎收看標股控盤數 我是陳鑫 Jerry 讓我帶你掌握標股節奏 與法人大戶同步布局 好的台北股市今天又下跌了 但不一樣的是 昨天跟前天大盤下跌超過百點 你也許會覺得 那個行情好像沒有那麼嚴重嘛 因為前面兩天大盤下跌 那盤面上拉漲停板的股票 都超過20檔 今天反而大盤跌62點左右 可是大家你現在 今天好像 世界末日可能要毀滅一樣 要崩盤了一樣 為什麼 大家可以看 把大盤日線圖攤開 你可以發現大盤其實原地不動 它其實一直不斷的 就是維持在最近這一個月 一個月的一個區間裡面而已 所以大盤其實說穿了一個月後 今天來看 我們可以總結 最終這一個月大盤有沒有動 沒有動 所以你看到紅棒連續上漲 就喊1萬6 你看到下跌就喊說我這邊要破萬5 不好意思全部都落空 那今天為什麼很多人會覺得 行情跌得好可怕 我相信當然你可以把那個 貴買指數拉出來 今天賣壓是在這裡 那當然今天台積電法縮會 很多人會關注 那今天行情 大盤跌60幾點 台積電撐的嘛 比如說前面強 今天來講變弱 今天台積電法縮會 市場的資金撐的台積電 所以怎麼樣 賣壓就從那個中小型股前面 漲過的 或標新高的股票 去做一個什麼 有人獲利了結 或者是法人從裡面抽回一些資金出來 所以我們聊到 一定要知道 教師從3月 4月一直到現在都跟他聊到雖然OTC貴買指數是已經是兩波斷了但你務必要知道我們一直強調 你的操作觀念你的操作的模式一定要有所調整 凡是創新高的或是創下掛牌新高的 你不能看到漲然後再去買它 因為你遇到像這樣的行情的時候 你的資金就會卡在那一檔股票的最高點 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好不好那當然有說今天這個盤恐不恐怖 你往左看啦 這邊3月初的時候也是曾經出現過 所以接下來的話充其量第一個很重要的 你如果這個位置你的股票買進 他不是已經標起來你再去買的 其實這邊來講的話他會在一個 像前面這邊3月上旬這一邊 OTC貴買指數震盪完之後 再出現一個輪動就是你在 接下來的行情 前面3月2月沒漲過的股票 他在這個位置他會做完換手之後再攻一波 所以現在來講務必要知道 就好是會跟大家強調 個股走在大盤前面 個股的輪動很重要 原因就是在這裡 來 所以眼前這一邊的行情切記 你要思考的是股票的週期 什麼叫高基期的股票 什麼叫低基期的股票 今天的節目會跟大家詳細來解說 因為 今天盤面上有很多的個股 他可以從他的表現直接告訴你這件事情 我會跟大家來證明 要跟大家聊到這一些之前來 畫面上這個QR Code 我希望所有的新觀眾朋友們 一定要掃描加入我的LINE 為什麼 我相信陸陸續續的新朋友們 你們都一定 可以在昨天跟今天 感受到 所謂的一個標股 體驗的活動 我們這一邊 針對新加入的朋友 你只要留言加1 體驗標股節奏 我們這一邊都會由助理這一邊 直接的 跟你來做聯繫 像這樣子你加我助理的LINE 也許這個是昨天晚上 來索取的新朋友 今天我助理上班7點22分 早上7點22分 就直接把我們這一檔 新的要讓你體驗的股票 直接傳給你 我們把這個標股跡象 2月下旬發生了 法人 投信索馬 長達兩個月了 這個是那個今天 昨天晚上 一樣是昨天晚上來詢問的 這個是新朋友加入我 助理的LINE 他們的對話紀錄 我們是實質有在做 你要知道 來 教老師有聊到 因為眼前這一個行情 我們是不歡迎 你用融資來做操作的 我們是不歡迎你用融資來追股票的 因為 我們這一邊所分享的股票 是 我也會帶會員來操作 所以 我不能讓我的會員的股票 或者是你這一邊已經來索取資料的股票 大家都在同條船上 然後那個一大堆 那個路過經過看熱鬧 然後直接有的就是 那個融資就直接進去了 那籌碼會亂 會害到一整船的人 股市這個道理你如果不懂的話那真的會很危險 好不好我這邊來提醒 尤其是現在 你務必要知道 現在大盤的低點在去年10月 從去年10月 到現在大盤漲幾個月了 11 12 123 半年了 這個月是半年了 第6個月半年了 大盤翻漲半年了 你要開始好好去思考一下 哪些股票基期過高了 你如果手中剛好有 要懂得賣了 哪些股票基期太高了 你那個利多釋放出來你也不能再去買他了 你先來資金收回來獲利了結你就是要放在 低基期的個股 很重要喔來 我相信居然老師的YouTube頻道 是可以讓所有的人公開來驗證的 凡是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相信 我們節目點名的股票或者是我解析過的股票 或者我已經直接告訴你你來索取 我直接送給你的 你都可以從節目內容裡面去找到 那今天來講的話這一檔8038的長元科 漲平板 他4月以來漲幅超過三成 等於說在這個時間點你3月份你懂得 他沒有漲的股票 低基期的股票 你懂了卡位 先後順序 剛好長元科在4月份他是第一波往上走 就是落後補漲 所謂落後補漲的概念 就是說 你3月份2月份沒有 飆漲過的股票 他進入4月份也是第2季的行情 他會 慢慢的出現落後補漲 會針對這些個股 所以 長元科他只是在 4月上旬 做第一波的落後補漲的族群裡面而已 今天他漲平板 換句話說 你在3月底這一邊 你有 壓你的資金在底部這一邊卡位的 100萬進去現在可以賺30萬 你要切記 這個邏輯 這個操作的模式 他攸關到你後續的股票能不能賺錢 因為現在來講慢慢你就是要卡位到 低基期的股票了 因為現在是第2季 台北股是第2季 第1季的行情 1月2月3月 很多人獲利翻倍 但是進入第2季了我剛剛眼鏡提醒大家 大盤從去年10月的低點 翻漲到現在 這個月 第6個月也是半年了 所以 股票的激期你要懂得去分辨 長元科我們在3月的時候提醒大家因為我節目上直接公開分享什麼叫 標股跡象的教學 那標股跡象是什麼 我這邊就不用多去解釋 你從我YouTube頻道去看到3月份的節目內容 3月10號針對長元科這個標股跡象的分享 你大家可以從畫面上看得到 長元科那個時候它的股價有沒有噴 沒有 那時候股價有沒有噴 平的 沒有噴 所以切記 4月份 現在4月上旬開始 啟動的長元科 它告訴你的是什麼 現在落後補漲是從 4月份開始 4月份開始 一直的到整個5月份你要特別留意 有很多 2 3月份沒有漲的股票你要懂得去卡位 好不好來 這個時間點我希望眼前這一邊的行情你務必要這種觀念 否則 你如果每天每天看到漲停板的股票你才要買 真的你追不完 昨天跟前天 每天都超過20檔的股票漲停板 重複的不到5檔 今天 這個盤 漲停板的 去一半了 跟昨天一樣有漲停板的 有更少了 幾乎沒有了 你如果看到飆出去你才要買 真的你很容易在這個過程裡面 去追到那個高基期的股票 切記這個 這個觀念我希望你務必要記起來 好不好 當然你要從長元科的身上 我不是要告訴你長元科可以買 這檔股票已經噴出去了 我節目內容就已經告訴大家 我節目這一邊已經公開跟你談這檔股票 現在完完全全亮牌了 你可以看得到可以驗證得到我們所談的內容了 你可以把今天 拉漲停板的股票 噴出來的股票 一一的去做比對 他有一個共通的特色 他跟長元科一樣 也許是不同的族群 但是相同的周期 相同的跡象 你都可以從他的股價日線圖看得到 好 我希望這個道理 很簡單 一檔股票你只要花個 不到10秒鐘 瞄過去來檢視 長元科4月份這一段的噴漲 他所告訴你的是什麼 3月份 沒有動的 2月份 沒有飆的 4月份 開始會陸續來做補漲 這個道理你一定要懂 否則你看到長元科這裡 你想說100萬進去可以賺30萬了 這個後面還有沒有 如果這一檔後面可以再賺個20萬 現在還可以卡位 飆出去的股票 切記 現在這個時間點 飆出去的股票 他慢慢的激起就會 開始拉高了 你除非在底部這一邊來做卡位 否則在這個時間點 你不應該再去 抓那一種 創新高的股票了 好不好 除非是我們 最近前面兩天的節目有告訴大家的 他股價這一邊 創新高之後拉回 震盪了 技術指標又翻黑 我們再來去討論這一檔股票有沒有第二波攻擊的機會 你現在要有這種概念 那我幫大家一起來看 最近我們節目其實慢慢跟大家來驗證 待會我也讓大家看到 你如果在這個時間點沒有去 就股票的激起 來去判斷操作的話會有什麼風險 好不好 我想講實溯工業 我們都跟他聊過啦 標股跡像這三月份我們都講過 你可以看得到 一波的漲幅了 你看到創新高之後你才開始要買今天你是不是會害怕了 你有沒有發現 一檔股票他跟長遠科一樣 買點是在技術指標翻黑的時候 技術指標看起來是空頭的時候 那個破線破季線的時候看起來弱弱的時候 等到你技術指標翻多了 你有沒有發現你如果追在第二天追在第三天 你很明顯的 你所賺的錢越來越壓縮然後所承受的風險 相對在提高 切記喔 寧願你的 買的股票 他是在底部這一邊 也許短線 你不會馬上噴 他在那邊上衝下襲 寧願這樣子 也不要你的資金卡在那一檔股票的高檔 切記這個觀念你現在一定要有 因為第二季的行情慢慢的 會有所不同 我們節目 這是第三次的提醒 大盤從去年10月翻漲起來 這個月是第6個月也是要半年了 所以你慢慢的要有這種觀念 寧願 我的資金 在一檔股票的底部 也許短期還沒噴 但是你也不要讓你的資金卡在那一檔股票的高檔區 我為什麼要講這一句話 昨天漲停板的網品 今天打跌停 你說說看怎麼回事 他不就跟我們昨天特別聊出來的 東哥遊艇不是一樣的道理 你看到他的股價一波段的漲幅 機器高不高 高啊 他已經創下掛牌新高了 多久了 2月份飆一波 3月份又拉一波 連續兩個月都創掛牌新高的股票 你在4月份 這個明明機器是已經在 那個盤面上算高的股票 算前半段 機器算前半段的股票 你居然在4月份看到 昨天漲停板 這一邊 因為像這種股票 你很難會看到他有什麼利空新聞 你很難會聽到他有什麼壞消息 所以這種狀態來講沒有壞消息 只有好消息 然後又是盤面上眾所皆知的強勢股 你只要一根 運氣不好就是一根跌停板 明天他如果再一根你怎麼辦 我們已經在節目上教學過了 我跟大家分享過了因為這個進入4月份 4月 今天是4月20號了 慢慢的你一定可以發現你如果在看到技術指標翻紅買股票 你會有越來越多這種經驗 卡在那張股票高基期股票的最高檔 切記 你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 昨天東哥遊艇就是這樣 連續兩根跌停 你在這一邊技術指標看到翻紅的 東哥遊艇怎麼樣 3月份他是標一段 機期算不算高 高啊 他是眾所皆知的強勢股 標股 機期高不高 高啊 他比大盤的機期要高出了 你要說一倍都不誇張啊 你看一下 特別留意喔 你看到這種高基期的股票 你看到你一定沒有什麼壞消息 那你再看到啦啦A跟紅棒你以為他又要噴了去追的人 東哥遊艇率先連續兩根跌停板 今天 王品 一根跌停板 再讓大家看一下 你會發現不同族群的股票 但是都有相同的跡象 相同的事情發生 4961的天域 這一檔股票 昨天塞跟藏黑 只差沒有鎖跌停 今天又一根的往下挫 看起來應該要破季線了 我們先不談他破季線能不能買 我們只跟大家來去談一下 你去思考一下 股票的週期 4961的天域 2月份是不是一波 創新高的走勢 3月份 下旬3月底到4月份 是不是也有一波創新高的走勢 請問一下 如果以股價的機期來講 他是在盤面上 排名前面的 前段班高級期的股票嘛對不對 那你前段班高級期的股票 你經過了4月下旬 你還在買的話 你是很容易把你資金卡在高檔 不管是東哥遊艇也好 不管是王品也好 或是這樣天域也好 你讓你的資金卡在一個 已經連續 兩個月都有創新高走勢的股票身上 你覺得你的風險高不高 我們就已經特別跟大家聊過了 昨天東哥遊艇 昨天東哥遊艇 我們已經談到嘛 前面這一邊有示範過嘛 你如果好的話 這一邊拉回在這邊季線扣底值 他季線扣底值要多少 差很遠 這一張的股票 他的這個高價股來講的話 季線扣底值差很遠 季線是在400塊左右408塊 你從575塊被殺到408塊 除非 你是千萬等級的資金在操作 否則一般投資人的資金 或即便是你敢去操作那個一張 五六十萬的股票 這個過程你也受不了 等我意思 我剛才聊到 寧願 你的股票基期 他沒有漲 他在低檔 二月份三月份沒漲過的股票 沒有噴過的股票 寧願 你也不要讓你的 你的資金卡在一檔高基期的股票 高檔從最高 撒下來這個過程 切記 很重要 因為這個攸關到你接下來第2季的行情 能不能在大盤的動盪裡面 個股的輪動裡面 完完整整 安安全全的生存的下去 即便 短線這一邊 老師我買的股票沒有漲 不太會動 但是你要知道 只要標股跡象成立 後續他有補漲空間 很多股票慢慢的他會去複製 像現在你所看到創新高的股票 像 天域 你要知道現在有很多IC設計的股票 他還在這裡 他會慢慢的跟上像天域這一種領先往上漲 一段一段的一個複製 所以你不是要買天域的 你現在來講的話是跟天域同一個族群的 一樣的類股 有誰激起在這一邊的 有誰 標股跡象季線半年線 交叉斑洋向上 然後他2月份沒有噴 3月份沒有噴的 你要懂得去思考這件事情 好不好 不要說教老師 這一邊來講的話 沒有好好去提醒大家 你看到 拉長紅棒創新高才要買的股票 雖然4934的太極 這一檔股票他的週期不算太高 但是你想想看 他的標股現在是2月份才開始 呈現 12麻花卷 前面來講的話經過一段的洗禮完之後 3月下旬慢慢在一段的往上 走那個往上噴漲 但你會發現 你凡是看到長紅才去追 這樣一個開高走低等你 進場之後 然後在一個反向殺低的 這種手法會越來越多 尤其是 已經拉出 創新高的股票 你更要注意 來 所以這邊股價的激起 是你現在 能不能賺錢的一個關鍵 切記 寧願你的資金 他在那一檔股票的 低激起 還不會動 甚至還有甩轎的手法出來 你也不要讓你的資金 卡在那一個創新高之後 藏紅棒之後 從最高點往下殺的 第一根藏黑 切記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也是就好之後 今天的節目一定要提醒大家的重點 否則 來 今天漲停板的股票 跟昨天 差那麼多 今天你可以發現 子類的股票 開始往上走 來 我要證明給大家看 就是 你如果可以掌握到這個關鍵 你如果可以有把你的 思維打通的話 其實你可以發現 1904的陣容 紫類的類股 他2月份3月份有沒有噴 沒有 而且還向下破線 記得教老師在昨天跟前天的節目有提醒大家什麼 很多投資朋友會說 老師這檔好弱喔 股價 那個破季線 破季線123 三連黑 然後怎麼樣覺得這是弱勢股 把它視為狗屎 但是他後面為什麼會做這件事情 今天創新高為什麼 你可以看到 第一個2月3月沒有漲的股票 4月份開始慢慢逐一的開始做輪動 落後補漲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 為什麼他會有落後補漲的機會 他標股跡象 早在今年1月就已經出現了 季線半年線交叉向上翻揚 然後 激期 2月份沒有噴 3月份也沒有噴 4月是在補漲 鄭榮其實是其中的一檔 你可以看一下 滑指 今天拉漲停板你可以看 他在前面這一邊破線的時候很多人會把它當為狗屎 這種狗屎股票 4月份一到不一樣了 為什麼 很簡單 落後補漲 2月份有沒有噴 沒有 3月份有沒有噴 沒有 落後補漲 4月份你要做的是落後補漲的股票 這個道理 這個道理你如果牢記在心裡面 你慢慢的就會知道眼前這一邊的格局 他是不斷不斷的在複製而已 不是只有造紙 建核心 3003 電動車的股票 2月份有沒有漲 沒有 3月份有沒有噴 沒有 進入4月份之後不一樣 這一段在做什麼 落後補漲 不是只有發生在傳統族群 不是只有發生在子類股 電動車概念股 他也開始慢慢在落後補漲 3月份2月份噴過了車用題材的股票 我們節目上跟他介紹過 我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們操作哪些車用題材的股票 賺過哪一些股票 慢慢的你會發現2月份3月份同樣是車用題材的股票 也是開始落後補漲 這個跡象會不斷不斷的發生 所以你的資金應該要放在什麼地方 如果夠聰明我們一起來卡位一起賺 你怎麼會在這個時間點 去追那個創新高的股票呢 我希望眼前這一邊的行情大家你可以從 盤面上面一些跡象 你慢慢的就可以去看到 為什麼G老師會在這個時間點 昨天跟前天的節目 告訴你什麼叫黑馬股的三重咒 法人是怎麼甩轎的 法人是怎麼樣 把股票要飆出去之前 先把散戶請出場 9958世紀綱就是啦 這一檔股票我相信我的忠實觀眾 你在3月份 有專心來看我的節目 我已經暗示 風電族群 風電族群 你可以看一下這一檔9958世紀綱 我相信 你在看到世紀綱這個當下 心裡面應該還有其他 跟世紀綱一樣還沒噴這一段的股票 還沒噴這一段的股票 還沒噴這一段的 風電族群 就是我要帶會員部署的股票啊 世紀綱他2月份有沒有噴 沒有啊 3月份有沒有噴 沒有啊 而且他3月 3月底的時候要進入4月份 要這一段噴出去之前 他還給你一個破線啊 從今天開始 你務必要知道 很多的股票你只要掌握到 標股跡象已經發生 破季線他是買點不是賣點 破季線他是買點不是空點 務必要知道 9958世紀綱 他只是其中一檔股票 你沒有發現啊 昨天跟前天我們節目上直接分享給大家買點 這些股票怎麼抓 技術指標翻空啊 很多人因為技術指標不敢買的時候 你會發現 1 2 3 買點就在你面前啊 為什麼要去追那個創新高的股票呢 你如果像 東哥遊艇 你如果像 王品 創新高之後給你塞一根跌停板 你的資金剛好就卡在最高點然後吃下一根兩根的跌停板 直接是20% 那個風險有多大 我這一邊教給大家的方法 我分享給大家的方法 我就是要讓你知道眼前這個時間點 你除了要找到下一波的黑馬股之外 黑馬股怎麼買 我都直接無私分享給你 我已經聊到了 2023年我們一起賺嘛 行情在這個時間點 只要你懂得 如何選到黑馬股 如何去卡位黑馬股 我們一起賺啊 你怎麼會看到股票拉上去的時候 被法人當韭菜呢 切記 很重要 而且這樣的股票會越來越多 2913農民 他是不是跟世紀剛又是不同的類股了 他是不是又是不同族群了 可是你會發現相同的手法一樣啊 2913農民今天拉出一根的大腸紅 我希望齁 大家你看的你看股票的眼光不是 農民漲停板 NO 不是 你看一檔股票的眼光是要放在什麼地方 我要賺他的錢 我想賺他的錢 我怎麼跟他的主力 我怎麼跟他控盤的法人之間一起來卡位 你要有這樣的決心啊 否則你看到人家拉起來了以為人家送給你賺 結果你被人家當韭菜 那就不好了對不對 你如果一直是用韭菜的操作方式 你一定反覆反覆的追高殺低嘛 對不對 農民這一檔股票 他標股跡象發生是在什麼 3月中旬左右啊 標股跡象發生了 你會發現什麼 技術指標 也翻黑給你看 法人在玩什麼遊戲 你不會看標股跡象 你只看技術指標翻空 又看到破季線了 對 三重奏123 你會不會買這種股票 不會 你不會買的股票 對他會漲停板 法人玩這個遊戲 二三十年從來沒變 但是你如果 不懂得分辨 你永遠買不到標股 你永遠沒有辦法從底部 這一邊卡位 然後享受一路噴漲的滋味 我希望你看我的節目你一定要有所收穫 盤面上這樣的控盤模式 股票多的是 3017的齊鴻 他已經拉起來創新高了 這種股票你現在能不能買 他高級起來你有很多其他的選擇 但是我不是告訴你去放空他呢 像這樣已經在4月份有一段創新高走勢的股票 你要看的是什麼 他的技術指標 創高之後這一邊翻黑了 你如果 這一邊有本事 你應該要跟我想的一樣 這檔股票有沒有第二段 第二段的買點怎麼卡位 你不是創新高了這檔股票趕快追喔 不是 東科遊艇怎麼坑殺的 天玉怎麼坑殺的 王平怎麼打跌停板的 拉漲停板創新高給你看利多放出來然後你跳進去玩之後跌停板送給你 你資金會卡在最高檔 我們看一下3017的齊鴻 標股跡像是發生在2月份 第一步 你可以發現這一段標出去之前 技術指標翻空給你看第二步 技術指標翻空給你看不要緊 他破季線給你看 第三步 請問一下 我們把這一檔股票 沒有告訴你 1 2 3 3重奏之前 你把它蓋起來 你會買這檔股票嗎 不會嘛 正常的投資人一看就覺得空頭啊 技術指標是空啊 對吧 技術指標這一邊 空啊 翻黑啊 破季線的股票你怎麼叫我買呢 對吧 可是 一般的投資人 他永遠不會知道資金作手控盤的手法 他們暗號在哪裡 這檔股票已經有做標股跡象了 暗號在這裡啊 你如果搞懂就好是在這邊所分享的三重奏 你會知道演員這個行情 切記喔 看到飆出去的股票你才買 風險非常高 我們節目一開始已經告訴大家囉 大盤從去年10月見低點之後 一路到這個月 已經是翻漲半年的時間喔 大盤翻漲半年的時間 這一邊股價的週期 股票的週期 你就要懂得去分辨囉 半年一個很重要的門檻喔 你要記得喔 好來 所以我就好是會在節目上直接告訴大家 這個時間點 你如果一直看著那個股票賺多少錢 那個股票好羨慕 反而會是你的風險喔 我昨天跟前天的節目 開始告訴大家 什麼叫三重奏吧 你可以看得到啊 很多的股票我都可以驗證給你看 123三重奏你會不會用 你該買什麼股票 一清二楚 我這一邊已經鎖定了 要帶我的新會員 特別找那一種故意假摔騙你的黑馬 很多人會把那個摔下去的股票 破季線的股票 或者是這邊來講外資在賣外資在賣 會把那個股票當空頭 切記喔 你不曉得那是黑馬股 你不曉得它標股跡象 已經在前面一個月發生了 你誤把它當成是弱勢股 你會被軋空 我接下來的行情我鑽找這樣的股票 我已經有口袋名單三檔股票 我要帶我的新會員 你只要加入我的新會員 辦好手續 我就在卡位這種股票 因為這種股票到後面 他會藉由一般投資人 勿當他是弱勢股 他會放空他 因為慢慢的嘛 有一些股票慢慢的 可以從停券之後 慢慢的可以開放融券的嘛 慢慢的像這類的股票 他越來越可以藉由融券的軋空 來去搭著一個 往上噴漲的一個列車 我希望 這個時間點我已經鎖定 三檔的標的 我歡迎你一起來卡位 好不好 畫面上這個QR Code直接掃描 加入我的LINE 我開放讓所有的人來體驗的活動 我不會中斷 三檔假摔的股票 我一樣會在這一邊 把他的K線圖 陸續的 釋放在我的LINE裡面 只要你加入LINE 我就把三檔假摔的日線圖 陸陸續續的 一天一天的 傳到你手機裡面 就像前面 兩個半月的時間 你驗證我這一邊蓋牌邀請你卡位的股票 一模一樣的方式 切記 我已經交了今天是第三天 我花了三天的節目 我花三天的節目 告訴大家 教學給大家了 我釣竿先 來 怎麼用 釣竿我先直接送到你手上 我再告訴你說 這些股票 我要執行操作了 你要不要來跟 有本事 我K線給你 手機我直接把K線圖傳給你 但是你要做到一點 K線圖一收到 空頭股票 空頭好弱 喔 歡迎你看到K線圖以為他空頭格局 歡迎你空他 我已經告訴你喔 你會被軋空喔 要不要驗證 加入我的Lite 畫面上這QR Code直接掃描 我們一起來驗證 這個時間點要玩什麼股票 跟前一段行情不太一樣 我們已經跟大家談到了 加入就好是Lite 你有六大享受不定期的黑馬股體驗 我一直一直會延續下去 包含了 因為今天禮拜四了嘛 那慢慢的這個週末會有一個 針對每週一股主題影片的一個分享 什麼股票你想要了解 歡迎你 也是透過 QR Code掃描加入就好是Lite 你想了解哪一檔股票或者你被套到哪一檔股票 這檔股票後面有沒有機會 你都可以留言 來 我的節目是可以讓所有人驗證的啦 我的影片 我的YouTube頻道也是可以讓所有人驗證的啦 每週一股的影片你有看的投資朋友來 8069元泰 你知道 228連續假期之前在這一邊的時候 我在每週一股的深入解析影片有人詢問這一檔 我直接在影片裡面告訴你200塊以上你一定要處理啦 200塊以上你不處理後面會發生什麼事情 時間已經驗證了 228連續下期前一個禮拜 什麼時候 當然你可以看啊 一個月 兩個月 兩個半月之後 這樣子 你說我分享的影片我分享的解析你要不要掌握 來 居老師希望這個時間點我能做的 我能幫助到大家的 我一定會做到底 我不管用什麼方式 合於法規的範圍之內 我讓所有願意花時間鎖定我的觀眾朋友 你們都有所收穫 來 最後面跟大家一起勉勵啦 心態到位 財富自然會到位 眼前這個時間點 難的不是股票 難的是你 操作的心 你的心態沒有到位 真的 很多落後補漲的股票 很多盤面上 法人已經有甩教手法 他就在日線圖在 他在日線圖這一邊就做給你看了 我在節目上已經交了第三天了 我交給你 這些股票怎麼買 你不敢買我帶你買 但是你 務必 把你的心態調整過來 老師這股票好差喔 那個 空頭股 我交三天喔 盤面上數不完的股票我這邊一一拿出來跟你驗證喔 我已經跟你證明這個手法 二三十年不變喔 下一步怎麼賺 就看你的心態 願不願意跟著我 我們一起來把這一波的財富賺到手 不要猶豫 也祝福大家 操作順利 我們 明天見喔 觀眾朋友喜歡朱老師的節目嗎 如果對你有幫助 歡迎大家 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加入最好吃的LINE ADD粉絲團 小老鼠 GoRiz 55688 小老鼠 GORSH 55688 摩爾證券 摩爾證券頭部 080066 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一會兒 只有一天 很重要 提示 都沒有 有名的 共和